跟Jason談了港股的情況 昨天呈現出的反彈 感覺總共不錯 今天是期止結算日 今天首先是停北水 到下星期五 昨天看有反彈 你覺得今次反彈可以去到什麽水平 昨天本身 schon前osp Bamberg比较多 近期相對見到 很多時候港股最終提升特朗比 低落 但是跟着下来 很多时候的升幅就要是收窄 甚至乎有时候都会出现倒跌的情况 所以你见到到最后 都是升得了200多点 不够300点来收 还有见到这一段时间 就算是虽然成交没有显著增加 还有好像有些叫做托着一些 比较重磅的股份 就不让指数跌 好像这一期就见到一些科网股 特别是腾讯 阿里巴巴这些 就相对是硬朗一点 见到的指数就会靠科技股撑一撑 但是要小心 因为本身刚刚提过 美股要做个调整 再加上我自己都有一点担心 内地现在那个限电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 可能会出现一个明显放缓的忧虑 再加上恒态事件 都未完全解决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整个市的反弹 未必说会真的弹得很多 特别是你看到昨晚那个夜期 都是大跌200几点 我相信今天的市 都会跟着有回落的 所以之前都不断说 上面在24600至24800 这些关头的阻力是相当大 你看到其实对上那几天曾经 都打算试一下这些位置 但是试过几次之后 都发觉是升不穿的 如果你说试完几次阻力位 都无功热患 跟着下来我就担心 就分分钟可能要再下回去 之前23700 就是上个礼拜的低位 如果你说连这些位置都跌穿 那不排除在10月份 有机会再加上去 可能23000 或者说到去年9月那些低位 其实23771的支持力 就应该都不是很大 暂时是有些支持的 但是看现在那个势 我觉得穿的机会都比较高 传统上或者有些口号式 就会觉得10月都是一个股灾月的 那你觉得今次 刚才你数的负面因素 其实都真的不少 一只手起码就数得了 一只手都未必数得了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个 真的比较急的跌幅呢 真的不排除 因为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只看本身内地的问题 譬如恒大那边 那现在基本上 你见到好像最新的消息 又说要出售成经银行那些股份 但是你说的 套现的金额都是100亿而已 是吧 那你想想本身 他在这一两个礼拜 到期要还那个债息 都不止这个数 所以我觉得就 市场上面 现在看的一个问题 究竟恒大到最后 是不是真的会失购 真的要宣告一个 技术上的违约呢 是吧 那当然你说违约之后 是不是就等同 整个经济会崩溃啊 是不是一个很大型的系统性风险呢 那我对于这个的观点呢 就相对不是说太悲观 但是始终恒大违约那一下呢 都有机会令到市场是震一震 是 因为这一回合呢 我相信市场都未说真的完全消化了 恒大真的有机会呢 违约这个问题的 那再加上一个结构性 譬如是停电这个问题 那如果去到放假回来之后 内地都还是大规模停电的 很多制造业啊 那些工厂都还是开不了工的 那其实对于第四季的出口 那以至于那个工业 就是生产的数据 那以至于 就是整体可能一些失业的问题 对于这个消费市场 都是会有压力 那所以去到十月份 整个市的看法呢 我个人就看得都比较悲观一点点 那如果他真的 接下来就是向下打穿 两万三千七呢 那要小心一点 可能之后再震落去 那个幅度呢 会是比较大一点 是的 就是你刚才都讲到 去到去年九月底 那些二万三千一的水平 就是都不是没可能了 其实距离现在都是什么 就是千几点 其实现在的市场 可能一天里面 都有机会走到这个波幅 所以就不要看小整个市场 真的要跌那一下 踩下去的沽压都可以是多大 是的